飲食健康也包括你用什么容器装您的食物 中国进口的塑胶容器出包 食药署公布最新的边境查验名单当中 美嫩米其实常常你在外面吃饭的时候 会遇到的这样一个塑胶容器 其实部分呢有检验不合格 包括知名家居品牌也中招 一共两千五百多件全数退运或销毁 那么专家提醒了 美嫩米装热时有可能会释放出里面微量的三聚氰胺 累积下来长期下来当然对身体不好 会增加是罹患圣结石的风险 Q弹猪肠满满一人片料 来碗热腾腾四神汤好满足 但享用美食同时这美奈米餐具 恐怕安藏健康危机 虽然贫义又耐摔恐怕品质不一难掌握 小鼠从边境栏下一批中国制的塑胶餐具 发现溶出物统统不合格 用60度加上醋酸检验30分钟 不可挥发性的固态溶出物质 统统超过标准30ppm 包括美式家居品牌 进口录制的报名花筒 点心沾酱盘白丸等六项 还有台湾美奈米工业进口一项 两千五百多件超过470公斤 全数退运或是销毁 溶出一些不具肥花性的一个固形物 是还不需要去特别鉴定它的品项 但是整个溶出的结果 只要超过标准 基本上就是不符规定 换句话说 这些不合格餐具 有可能溶出三具情感风险 尽管美奈米的耐热程度 号称可以到110到130 要是装40度以上热汤 恐怕就会有微量的三具情感释出 温度越高释出量越多 长期曝露 不只有罹患顺结石风险 小朋友吃了 更可能影响生殖系统发展 使用美奈米的餐具 不管是碗筷也好 就是不要装太热的一些热汤 因为就担心会溶出三具情感 美奈米不是不能用 只是拿来装热时 恐怕会把有害物质吃下肚 还是少用为妙 记者很开黄玉婷 采访报道 也十分钟 下集完 leşigne 比颜 林